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我至今无法理解乐华怎么能对王一博心狠成这样 王一博从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乐华了 一直以来都很努力认真 没资源也自己努力拼 红了后他也算对得起乐华吧 十八年小伙一把 他好不容易第一次跨年有个舞台表演 就被乐华要求带公司的人一起 不带人那就没有舞台 结果表演后他反而被对方粉丝骂 不配让我家姐姐给你办舞 公司几乎不审核物料 很多合作方都吐槽过这个问题 公司敷衍他 他对经纪人说 这图不好看能不能换了 说了好几次 在他的经纪人都装没听见 十九年年底 他的五港跨年表演很成功 发微博却只能用战姐的图 因为官方的图根本没用心拍 他有审美 他不喜欢 二十年以前他和公司的分成是四六 二十至二十二年是五五 也就是说 王一博最挣钱的那几年 乐华分走了他一半以上的收入 可以说 乐华的上市 靠的是王一博 乐华的营收 一大半都是王一博挣的 王一博红了以后没有跑路跟公司解约 甚至为了乐华上市 在合约到期后也没有离开 而是续签 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王一博 乐华不可能上市成功 他对乐华可谓是人至义尽 我理解王一博的续约 公司上市 关键时刻 上市成功就是几十亿的市值 不成功那就是公司十几年的心血全部白费 这么多年的利润全部损失 感情上不允许他走人 现实里更不允许 这么大笔的资金 没人敢赌一个被逼到绝路的资本家会不会与死网破突破下限 结果王一博红了四年 给乐华挣了这么大的市值 乐华至今不愿意给他配个人团队 没有个人工作室 全部公司浑用 甚至把他的工作放到最后 别的艺人用完了 才轮到他 以至于长期活动都是最晚出图且质量较差 他不愿意割韭菜开所谓超级会员 乐华就把家族演唱会的门票 最核心的区域分出来一千五百张 让超级会员们提前买 世上一次的家族演唱会 满场都是王一博粉丝 让乐华的家族显得很难看了吗 结果转头 其他艺人的超级会员粉丝便高价售卖购票资格 正王一博粉丝的差价 没有王一博的家族演唱会 只会是五十元大甩卖 能支撑起乐华演唱会的只有王一博 尽管他只表演一首歌 王一博电影7.28上映 乐华生怕粉丝把钱拿去支持电影了 赶紧在7.22举办家族演唱会 又怕一家独大不利于公司宣传 想尽办法打压王一博粉丝 粉丝愤怒反抗 他们变压热搜 加评论转发 找营销号洗白 甚至找到了长期黑王一博的营销号头上 原来乐华不是对黑无能为力 不是不会告黑 他们只是放任王一博被黑而已 王一博红了之后 多次经历大规模恶意的造谣辱骂 原来公司都知道 他们只是放任而已 甚至连告黑都吝啬 杜华说 他不希望自己的艺人太红 因为那样不好掌控 这就是乐华至今不肯给王一博配个人团队的原因吗 因为有了个人团队 乐华就不好掌控王一博了 乐华对王一博勇闯电影圈也态度消极 几乎不为王一博的个人口碑做任何宣传 是因为拍电影钱少 也不好塞乐华的人 乐华是不是更希望王一博回来拍古偶 参加综艺 这样又挣钱又能塞乐华的人 王一博的代言和综艺 被塞了多少乐华的人 真当粉丝不知道吗 给王一博反黑的这么些年 粉丝不是不知道 很多事情只要公司想做 其实很好做 远比粉丝容易千百倍 但是乐华不愿意 他们甚至不愿意出一个律师函 然后拿着律师函对着那些造谣辱骂的黑营销 一个个去投诉 这是粉丝投诉千百遍都很难成功的 王一博的搜索业长期充斥着造谣辱骂 乐华从来没管过 甚至不愿意做正面的宣传去对抗黑水 王一博的正面宣传 都是合作方顺带做的 甚至连骚扰王一博好多次的变态私生 也是热烈制片人陈芷熙看不过眼 将其请出并报警的 乐华派的保镖只会在旁边看着无动于衷 粉丝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是保镖 还是被派来监视王一博的眼 作为乐华最挣钱的的摇钱术 王一博却没有得到过公司应有的尊重 乐华的小艺人 唯一的解释建筑人工 明面上蹭王一博的资源 被塞进街舞 转头背地里却跟朋友骂王一博 吹嘘自己比王一博牛 这样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却被乐华当成了宝 不仅替他告课金上百万的回彩战姐 还力挺他参加家族演唱会 让粉丝花钱对着这个背后捅刀 王一博的人鼓掌 王一博告黑 需要粉丝对着公司求爷爷告奶奶 好不容易乐华告一个黑 一年兜头兜不见结果 无人在意也无人督促 相反这位唯一的姐 告回彩战姐三个月便成功 速度不可谓不迅速 乐华靠王一博上市成功 却不愿意被人说靠王一博 先是全网营销可以复制下一个王一博 几年后复制失败了 又开始营销乐华对王一博好 明面上把王一博使劲夸 顺带夸乐华有眼光能培养顶流 暗地里却不给他访黑 不给他配专业的团队 一副生怕王一博跑了的样子 王一博搜索业常年都有黑通稿 最干净的一天便是续约乐华 全网的王一博续约乐华通稿 将乐华一顿猛夸 可见公司并不是不会宣传 只是不会给王一博宣传罢了 邮寄的今年2月 无名后王一博被黑 黑通稿一波又一波 乐华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任由王一博被攻击重伤 最后只能是我们看不下去了 帮王一博写宣传和澄清的文章 乐华上市提交的股东名单里 根本没有王一博的名字 对外却将王一博推出来 将他打造成公司股东代表的样子 让对着乐华公司来的攻击 全部由王一博承担 杨幂在加行这么多年 也就1.5%的股份 王一博就算有股份 又有几个 连杭庚这个一手扶持起乐华的老人 都只有一点几的股份 并且今年已经离开了乐华 总是有不知哪里来的人 非要将王一博和乐华捆绑 把乐华的不作为说成王一博的选择 合理化乐华的懈怠 个体和资本对抗总是艰难的 杨幂离开加行都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几乎撕破了脸 更何况根基更浅的王一博 种种事件已经表明 乐华对王一博大小事都不怎么上心 几乎放养 只有挣钱的时候最积极 这些工作上的戏之末节 难道要王一博自己去一件件操心吗 他忙拍戏忙提升业务能力 忙得睡觉时间都没有了 粉丝不替王一博说 难道要王一博忙完工作 至于自己负责造型 拍照 反黑 宣传吗 作弊上观看好戏的 那还叫粉丝吗 粉丝仍微言轻 无法帮王一博对抗资本离开乐华 但是粉丝可以选择拒绝乐华的拼盘演唱会 并且在作品上 多多支持王一博 王一博粉丝的呼吁 想必乐华也看到了 要求王一博个人团队的个人工作室 或许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因为乐华肯定不会轻易放手 一旦放手他将再难控制王一博 以前 粉丝是恳求告黑 后来 粉丝是请求反黑 再后来 粉丝明白了 不解决没人管王一博的现实 所有的问题都不会被解决 王一博粉丝不会放弃 也不可能放弃 会一直呼吁 请给王一博配备指数于他的个人团队 千难万难 王一博靠自己和粉丝 这么多年也走到现在了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粉丝等得起 最后 麻烦杜华女士将金英金杯还给王一博 那是独属于王一博的荣誉 不是你乐华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